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部习近 欢迎收看胡侃 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一些内地生 因为局势高度紧张 纷纷离校 暂回内地躲避 但也有很多学生继续留在学校里 进一步观望事态 一些大学今天宣布提前结束本学期 化解了一个难题 今天早上环球时报编辑部 收到很多在港学生家长的电话 抛开那些大学提前放假的事 我想对那些家长说一个原则 如果他们的孩子愿意留在香港 就请他们相信自己孩子 对周围局势的判断力 和他们应对所处环境 保障自己安全的能力 香港和香港高校校园里的局势 无疑有所恶化 学校里出现了一些很激进的学生 另外一些社会上的坏人 显然也在向大学里渗透 但是香港不是完全失控的社会 政府和警队都在运转 法律的长期威慑力对绝大多数人仍在起作用 一方面大学校园里的氛围让内地生普遍感到压抑 很多人有了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迄今除了港科大一名学生被打 香港暂无其他内地生 遭到身体直接伤害或者非法拒禁 香港大学里现在究竟什么样新闻报道都是突出的事件 但在现实中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感受 很多学生选择离开躲避 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是气氛带给他们的危险 愿意留下的同学们更加注重自己身边没有实际发生迫害内地生的事实 相信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的低概率 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和信念老胡认为都有道理 所以我主张家长们相信他们自己的孩子 那些孩子大多都很优秀 也都已经成年 无论他们选择安全第一先离开是非之地再说 还是选择在香港与自己的学校一起度过眼下的难关 以坚守给自己的大学时代一个交代 我觉得都值得尊重 老胡做过很多战地报道 很多人当时觉得我很危险 其实确实有危险的时候 但也有很多时候 当我们坐上新闻中心提供的大巴车 前后都有军车保护着前往某个战区时 说实话 当时的感觉就像春游一样 到一个有火有烟的现场 大家都很珍惜 你看那些男摄影师纷纷急急忙忙 架摄像机出镜的女记者 蹭蹭就在那摸口红 然后对着镜头说 我正在伊拉克战区对你做现场报道 是不是有点滑稽 但确实有记者在战场上出了事的 所以我劝家长们 多和继续留在香港的孩子们 沟通通电话 不仅了解香港大局势的走向 也了解孩子身边环境的现实情况 不要空着急 多跟孩子们交流 他们都有判断力 不妨多尊重他们的意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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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